接下來要解決視野問題 現在應該在參考處比較難看到 但是以前很喜歡考一種題目叫做 一個禁止要多長才能夠照到全身 你的補習班老師可能有教過你 這種題目台灣從來沒有考過 這種題目是日本人的題目 小日本人的題目 台灣從來沒有考過 但這個題目台灣有考過 這個題目台灣有考過 就是有一個禁止 有一個人有個東西請問你 能不能在鏡子裡面看到東西的成像 能不能在鏡中看到東西的成像 這個我們叫做視野問題 看得見就在視野內 看不見就在視野外 這種問題要如何解決 一般老師都這樣教的 有個眼睛 有個物體 有個鏡子 第一個 把成像畫出來 問 你怎麼畫 你要根據什麼原則畫出他的成像 才知道畫在哪裡畫成什麼樣子 你要根據什麼原則去畫 才知道會畫出什麼樣子在哪裡 我應該找不到女生 我應該找女生 我找不到女生 抽不到女生 抽不到女生 7-7 7號 來 要怎麼知道找到成像 畫在哪裡 我怎麼知道畫哪裡 不曉得請坐 西石搖摸 搖擺國 物句等於相句 要畫一樣大 通常不需要畫左右相反 要正確畫左右相反 就畫成像 好畫完了 畫成像 然後呢 下一步 把眼睛跟成像 連成一條直線 看有沒有通過鏡子 有通過 表示看得見 沒通過 表示看不見 現在這張圖有沒有看見 看不見 因為有沒有通過鏡子 沒有 如果變成 如果有通過鏡子 像這樣 就是看得見 OK嗎 所以 畫成像 眼睛跟成像連直線 然後看你的直線 有沒有通過鏡子 有通過就表示看得見 沒通過就表示看不見 有大學教授批評我們說 你們老師這樣教 一點科學觀念都沒有 對 我如果都不告訴你為什麼 就完全沒有科學觀念 可是它的出現是有原因的 因為 你會看到成像 就是因為打到鏡子 反射 你認為光軸直線延長 所以你的眼睛跟成像 會連成一條直線 那就會通過鏡子 因為打到鏡子反射 所以 鏡子眼睛跟成像 會連成一條直線 所以 連成直線 有通過鏡子的表示看得見 沒通過你的表示看不見 好了 我有告訴你為什麼 這是有原因的 你不懂為什麼就算了 就這樣做就好了 一般你在什麼補習班 看參考書 都會這樣教的 這是睫毛一 還有第二種睫毛 因為是要 反射光近眼睛 所以 我就看反射光的範圍在哪裡 從眼睛向左邊跟右邊畫反射光 這樣我就可以知道反射光在哪個範圍內 問題是 你要根據什麼原則畫反射光 你畫反射光要根據什麼 要跟什麼來畫 很簡單 我要畫反射光跟什麼來畫 帥哥難嗎 有25 25 要根據什麼來畫反射光 請坐 答案很簡單 根據反射定律 入射角等於 反射角 畫反射光 畫完以後 這個就是反射光會反射的範圍 所以眼睛如果在這個範圍內就是看得見 就是有反射光會近眼睛看得見 所以這隻眼睛在範圍外 所以看得見嗎 看不見 所以他看不見 這就是 解法二 這很適合 東西有一個 可是眼睛很多隻 有的人會 東西有一個眼睛很多隻 為哪些人看得見 這很適合這樣解決 東西一個眼睛很多隻 可是哪些眼睛看得見 OK 這有個變形的解法 會相對比較容易一點 就畫成像 因為我剛剛講過 反射光延長會叫成像 對不對 所以我就畫成像 然後沿著左邊跟右邊畫出去 這個就是這個反射光的位置 因為反射光延長會到成像 對不對 所以就是反射光的位置 所以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區域 為什麼這樣比較簡單 因為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它要兩角度 對不對 可是這個只要做什麼 物距等於相距 量距離 量距離比兩角度 要簡單一點嘛 而且你要做 你得做兩次 你得做兩次的 反射角等於反射角 那邊只要做一次的 物距等於相距離 就會長到 會比較容易一點 但是想法其實是一樣的 想法其實就是 我反射光的範圍 有這麼大 我就可以看得到 第三種 光是可以倒過來走 打到 進眼睛 眼睛彈出去 打出去 所以倒過來 所以我可以想說 那我哪些光可以進眼睛呢 我從眼睛出發掌 從眼睛去出發掌 就怕反射光 這些 就是有機會 進到眼睛的反射光 所以 這個範圍內 就可以進眼睛 這個範圍內的光 就反射 就會進眼睛 我就看得到 那這個範圍外的 就 看不到 所以那個 都是看得到嗎 看不到 在範圍外 看不到 這很適合解決什麼問題 眼睛一隻 東西 很多個 看我能不能 看得到 看得到 就是我的解法栽 我總共交了三個解法 我總共交了三個解法 一般老師交的是第一種解法 畫成像 跟眼睛連直線 看有沒有通過 鏡子 你最起碼要會這個解法 你最少要會這個解法 OK 其他兩個算是我多交了多講 那都是有原因的 我也告訴你我原因的 希望你能夠協會 如何解決視野問題 OK嗎 OK